上回我们讲到 我就说那尊佛像在日本都很出名 木户家内就很惊讶 他就问 是吗?日本人都知道中国人? 我指着石像下垂那些胡桑就说 因为这一个是一尊关公像来的 中国寺庙供奉神像 除了关羽就没有第二个会留那么长的胡桑 讲完我右手立桑左手提刀 摆出一个经剧里面惯公登眼的架势 木户家内启一声就笑了出来 但是关羽为什么会在佛教的寺庙里面呢? 关羽在余教、道教和佛教里面 都被称作为保护神 所以在各地的寺庙里面 都会有关羽的神像 是类似于胡法嘉南之旅的 也是中土佛教融合当地传统的建政 那么关羽是什么时候 从人间的墓障变成佛教的神灵的呢? 木户家内抬起面非常好奇地问 我刚刚之前收集过关公像的资料 所以也都看过几本关于关公崇拜演化的书 对这个就略知一意了 这个说起身就有点长 不过历代对关羽是不停神化的 不停加封号 慢慢从一元武将就变成名将 然后又变成神章 木户家内非常佩服 张大眼睛望着我说 哇 你知道真是多 我面一红 有点不好意思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业务需要 我跟你说个故事 我之前收过一尊关公铜像 很精致 卖那个人就说是宋朝的东西 我一看铜像的背面写着 显灵异勇武安英制王这几个字 你别说我笑到他面都黄 我就说那个肯定不是宋朝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宋朝关羽的封号就叫做 藏木义勇武安英制王 去到元朝 嫌藏木这两个字不够威 才会改成显灵 所以关羽是哪一朝哪一代 一看封号就知道了 木户家内听得非常认真 就说 我在日本都见过拜关羽的痕迹 不过现在看来一定是跟中国同源 我点点头就说了一声没错 接着拍拍那一尊已经烂了的关公像 表面平整 但是心就翻起了惊天大浪 原来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 白是不得其解 许一成 为什么要叫郑虎来到奇山铸铜关公 这个举动到底和玉佛头有什么关联呢? 现在看来 供奉的是圣炎寺半折的关公像 若不被我捕捉到一丝灵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关公正式饮入佛教 最早是徐开王十二年 当时高增智海在玉全山为关公的亡灵受菩萨界 将他变成佛门弟子 到了武则天时 禅中的北派创始人神兽 也是六祖为能的死对头 在玉全山见大通禅子 第一次将关羽封为护法加南神 正式饮入佛教的神灵体系里面 而这个神兽被后来的武则天请到长安供奉 号称两经法主三帝国师 成为了中国北方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神兽入到长安之后 对关羽的崇拜 谁知也进入了上流社会 而神兽作为佛教的权威 对毛泽天要做什么佛教都会请教他的意思 虽然这两者的关系都非常牵强 还缺少了关键性的证据 但是我约摸摸到一些线索 我一边走一边想 还不让木户加内看得出 他还不知道郑虎和清同关公的事 木户加内就没有起疑心 拿着相机不停拍 这个时候有个老道士 躺在我们面前 没错我没看错 是一个和尚寺里面有个老道士 这个道士 头发花白戴着眼镜 梳了一个松散的髮鸡 穿着一件糊糟糟糕的道袍 有点像电视剧《西游记》里面的陆力大仙 他手里面还拿着一只旗杆和一个小板等 旗杆上面写着算命两个字 无量天尊 生神仙体相 不靓不收穿 喂哥仔 美女 来哥礼 老道赠你两句 这个老道士一开口就一碗生意 已经丢了来 我和木户加内都很开心地笑了 我开口就问 喂 你一个道家的弟子 为什么跑来佛家那里搞这一套 不怕佛祖说你抢生意吗 老道下爬一台 一面不蝎就说 哎呀 你说 正经的和尚是不晓算命的 佛门经典一万三千六百卷里面 没有一句教人求神问佛 假如和尚晓算命 平显就点你水雨 都不遵守戒律 这些绝对是野和尚 专门找你扮 我们道士人不同 专业搞算命 这个才是本职工作 我听他说得几个人 索星就给了自己的山神八字去 老道将旗杆插在泥上 放下木凳子 然后一时不坐下 用手指按一下按一下 突然间两只眼一抹开就说 哎呀 你个命格不错 山道中雪 我呜了一下 之前有人帮我算个名 亦都是这样说的 看来这位老道也有点料 我立刻就问他 你看不看得出我最近运势 老道斜斜地望着木户家内一眼 然后就说了 别的老道就不乱说了 命饭桃花呢 就实打实了 木户家内也很好奇 也走过来 叫他看手相 老道拿过他的手 看了一轮就说了 咦 这位姑娘仔 你不是华夏子民 看下去 像海外之人的 木户家内大为惊讶 即刻问他怎样看得出 老道非常神秘的微微一笑 捏了一捏 他那只羊咩素 就说了 嗯 你护照跌了 我啊 木户家内 直接摔下头 看见自己那本写着 日本国户照的东西 跌在地上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身 觉得这个白爷公 真的有点意思 他就说了 我一看就和你们几有缘 老道我实话实说 算命这东西三分看天七分看眼色 我一看你们的衣着举子 再和你们谈两句 大概都猜到你们的来历 再顺着来历说话 基本就错不了 你不怕我们听完你说话之后 就不给你钱 还要骂你是骗人的吗 嘿 老道我一眼看过去 就知道你们两个不是这样的人 咦 那你看我们是什么人 嘿嘿嘿 你们是聪明人 我和你们说八字混细 你们一定不相信 但是和你们说老实话 你们觉得我这个人好得意 一会就一定给钱我 老道的说话 令到我忍不住笑了起身 刚刚想钱给他 一摸个袋 才想起 刚刚的钱 全部丢给胡哥 木户家来见到那样 从他的银包里面 拿出一张一百元 递给老道 老道 吓了一条 马上说太多太多了 我就说 你收下 这个算是缘分 他才净净净净的拿过去 反复捉了几下 才收入库袋里 有了这一百元垫底 我们很快就熟下了 索性就坐下和老道一起聊聊天 老道也不避諱 说起自己的来历 说他族家姓姐 本身是姓鹽子的一个小沙里 后面太清楚 做不到 就跌到四川的青城山 改投了渡门 文革的时候 姓鹽子被人烧了 曾中流散 青城山就无事 被借老道渡过一劫 改革开放之后 宗教界严禁搞活 他就跑回奇山 在各处寺庙转来转去 这样听你说 这对坟位之前的严姓子很熟 这老道一拍心口就说 不要说我碰你 这儿直接是我家里来的 那里面有什么佛像 你都知道的 浪贯 我做和尚仔的时候 最喜欢就数佛像玩的 我叫木户加奈 拿出玉佛头的照片 给借老道看 是啊 你看看 你那时候 那个纸里面 有没有和这张照片里面 有些相似的佛像 特别是这个地方 我特意指了一纸顶岩的位置 老道眉上雙眼 看了半天 暗暗沉沉地说 啊 啊 啊 好像 有 有吧 我记得 禅院后边 就供奉过一尊 比劳姐 立法 头 和这个差不多 我和木户加奈 直接对视一眼 老道又说 不过呢 看这张照片 就有点像龙门 那一尊大佛 咦 你都去过龙门石屋 见过那一尊 鲁瑟娜大佛 老道一听我这么说 直接发怒 就说 喂 你不要替我老道不起 我做和尚的时候 都研究过佛法 鲁瑟娜大佛 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 调成的 这个你们知道的 我点点头 但是你们不知道 为什么武则天 要选择 鲁瑟娜大佛 做自己的形象 我和木户加奈 一起摇头 老道就非常有趣 瞧着一只二郎腿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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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布申法 鲁瑟娜在凡文的意思 就是智慧广大 光明普照 和武则天做的空字 是相印的 你都知道 武则天做的字 上面是明 下面是空字 我见他有些扯远 立刻就说 那个鲁瑟娜佛 我们不理他 你也是说回 刚刚提到过一尊 碑鲁瑟娜佛 老姐闭了我一眼 看来 就对我打断他 有些不满 就说 貓文法 佛祖立明的时候 将法新法 布新法 合纳成为一个 以示 法布不义的精神 所以 鲁瑟娜佛 就是 布鲁瑟娜佛的简称 两个 其实本身就是一样 如果要提 碑鲁瑟娜 就不可以不提 鲁瑟娜 我心里面有些明白 就说 如果这么说的话 碑鲁瑟娜佛 和鲁瑟娜佛 其实是二命同体 互为表女 老道点点头 就说 嗯 没错 没错 具体到佛像上边 这两尊佛一般都会相对供奉 明处就供奉 奴瑟娜佛 其道一定会有一尊 秘鲁瑟娜佛 相反亦都是这样 一法一保 这样才符合佛法的奥义 不过 这间严正寺很奇怪 原先蝉院后边 就供奉过一尊 秘鲁瑟娜佛 不知多少年都没人知道 但是 与之相对的奴瑟娜佛 就谁都没见过 那尊被奴瑟娜佛的鼎炎 是不是和相片上的一样 差不多 我记得很清楚 那尊佛像当时的香火都很鼎盛 很多善男信女都去拜 子里面还卖了不少开光的小金佛 是按照他的面相来做的 比鲁瑟娜佛这个名字太拗口了 当地老百姓觉得他的鼎盐也挺有趣 就叫他做金顶佛 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看 反正我今天都没什么生意 不过佛像 晨早就没了 现在只剩个水坑 晨老道起身 拿起一张板凳子 带着我们 就向严姓子后面走过去 他很熟悉 一阵就带到我们去了侯子 这里原来是一处很幽静的禅院 蒸舍全部都在 只是因为年久失收 雜草重生 有几个建筑工人曼条斯里 在保住屋顶 晨老道一走到一处围墙就说 就是这里了 我们一看 真的像他说 这里就剩下一个已经干了的大水坑 佛像连基座都不见了 水坑边还露出了红黄颜色的干礼 和四周的草草相比 简直就好像一个人生了辣泥 木户加内就问了 既然这尊佛乡虎禁性 为什么要放在禅院 而不是搬到正殿或前院呢 这里是和尚住的 乡客来烧香 那不是很不方便 借老道就被他问住了 嘔嘔嘔 想了一阵才答 正殿 不是已经供奉了如来佛祖的应身呢 这样搬出来的话 就是妹仔大过主人婆 啞啦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想怎麽好 1 罰 2 拜 但是當時的那磚金鼎也站在四層 多年也沒有將那區称動 當地上 Hilfe的我心想動 沙撒謀也不送 沙撒謀? 沙武盒不是蟬子嗎? yin 这里来林夏和金蓝都不远 都经常有些喇嘛就过来串门 他们不做别的事 只是过来拜一拜 过一尊贝劳遮纳法 他们捐的香油钱不少 所以寺院也答应了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老道竖起一只手指就说 你们连减的常识都不记得 贝劳之拿佛 递个名叫什么 大日如来 那个是西藏秘中最高神 听完这个说话之后 我好像被人当头打了一棍 整个棋在那里不动 我为什么这么笨呢 连这个最最基本的常识都不记得了